对那份日记仔细地读了再读 他们认为这次实习不会导致佩佩精神异常 至于说学生跳楼与酒店这头没有任何关系 在该篇日记当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原告受到了什么侵害 是由于被告生意酒店的原因受到了侵害 或者是说受到了伤害 从该篇日记当中只能够证明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学校拍胸脯保证 不会安排学生参与乱七八糟的活动 酒店也说了 日记里的东西更多的是内心感受 你没啥实际的内容 举个例子 日记里有这么一句 没有一点心理防备的情况下 把特殊的情况领略了一遍 这啥叫特殊情况 父母觉得那是女儿吃亏了 但也兴许是女孩吃不了苦 遇到重活累活了 在日记里发牢骚的 是吧 讲而言之吧 没有真正的物证能够证实佩佩被人欺负过 如果真是追究学校责任 只能是领导责任 管理责任 这些相对空泛的东西 以前没有精神病 很正常 你比如说在学校里 他取得的各项荣誉 以及讲学金的取得 以及在酒店的实际过程中 酒店给他的评价 都是很不错的 为什么会出现精神病呢 就是说这里边就 与这个学校和酒店的管理啊 教育啊 思想疏导方面 是存在关系的 法庭上原告律师提出 在初始当晚 学校和酒店没有进到对学生的安全保障义务 这就证明了呢 当时的他四个学生啊 可能是睡着了 如果不睡着的话呢 也不会他导致他开门出去 所以说学生呢 就是说这个看护不利 学生呢就是说 这个受学校和酒店的指派 那么出现问题 这个学生呢 是属于一个职务行为 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 那过错呢 应该由学校和酒店来承担 最终经法院调节 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 学校和酒店 各支付欧阳家人七万五千元 将是原来给的 欧阳家累计获得赔偿 二十六万元 哎呀 女儿走了 换来二十六万元的赔偿 当父母的心情 咱就不用说了 在这呢 老王觉得 得给父母啊 和老师提个醒 平日你教孩子 除了知识啊 还应该有些啊 有关于社会的学问啊 以及生活态度等等 你明知道社会上 酸甜苦辣都有啊 什么人都有 还坚持把孩子啊 就放在蜜罐里 相对封闭的啊 那这这这只知道甜 啊 这样下去啊 孩子不知道外边究竟有 有多么的危险 您想想这样 孩子能不吃亏吗 啊 哎 咱们做家长的 为人父母的 都好好想想吧 哎 你说 好好的一女孩 就这么一步步的 变疯了 这期间呢 您说 您说但凡学校啊 酒店呢 再细心点 这事能发生吗 当然 还是我刚才说那番话 咱自个儿 也要留神 我妈在这边 不得了 我妈在这边 在这边 咱从yah 咱从唉 咱从响